2022年是中韩建交30周年,作为一名生活在韩国的普通中国人,我能为中韩友好做些什么呢? 或许,我可以把美丽中国介绍给身边的韩国朋友们。 于是我申请了去为女儿的幼儿园师生们介绍中国。 我和两个孩子们一起认真地做了各种准备,希望能简单易懂地把中国介绍好。 讲座当天,对中国充满好奇的孩子们非常认真地听完了我的介绍,老师们也表示想去中国看一看,家长们也纷纷留言,感谢我为孩子们提供了了解中国的机会。 看着开心地摇着中韩两国国籍的孩子们,我仿佛看到了中韩友好关系的美好未来。 我想,中韩友好不仅仅体现在外交层面的你我往来之中,还在千千万万个普通的中国人和韩国人对彼此的好奇和善意,以及最频繁的交流之中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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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